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亦要先讲一些马匹的机会 刚才鸿言提过 最受注目的就是一锤定音 这款马的赛绩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跑了这么多场 五场第一 去到上节才紧败 不知怎样看这款马 其实如果你说以这款马来计 我都明白你会问鸿言 理论上感情分量会更多 他更加是纽西南马 但是来到澳洲 其实表现相当好 上一次第二 其实我觉得有点冤枉 你觉得如何冤枉 其实上一次他也叫做 过来围省跑 结果跑左转 大家都知道围省除了废明顿 是阔场之外 那个人也是测试 是的 就是这么大的马 你跑过测试 当然会论盡 果然起步又会慢一点 回来又追不及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说真正再跑 未必输给超裁 但同样一件事 上次跑完之后 赛绕报告就说 快一只马的回复程度 即是恢复程度 比正常马慢 即收尔的报告 怕不怕 就是上次已经吹得很厉害 今次有点走样的情况 其实这个没办法 其实他跑了几场都挺厉害的 刚才我们所说的说来说 他真是他输了一场 是 但有一场他赢的 春季冠军感表 看什么情形 开面 铜箭咀那只 就是这只一锤定音 而这个黄箭咀是罗马家王 你看到密道朗上来 都真是变变得肉 是的 旁边那只Polizia 其实上星期 就跑到郭士团 所以 和他都是一场Half Fight 里面罗马家王 这场是失去的 这场 不过就是你看到 中间前才刚刚说过 不算太轻松的成长 好 看看最近一课的神操 真的能够遮掩饭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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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轻松的 你看到布团也很轻松 放松就靠 是的 不过就是看他 这场是一场很中心的马 一路拉着他的马 希望可以今次的路程 再长一点 可以应付得到 我想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是不过上次 他没有那么注目 追人好一点 这次可能会被人众资资的 那也没办法 那也没办法 其实嘉宁 刚才你说的问题 是会颇担心 有点 但问题就是 正如朱仔所说 这场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 在条件上面 尤其是血统上面 长力上的条件 可能会教其他对手 好一点 因为最多人不需要担心 灌木虫 再套锁那些马 你看到 整场马得最好长 是的 除了这样之外 刚才我们看到 就有一只浪马教皇 在里面塞了 其实之前高明錦錶 都试过 就是输给这只一锤定音 这只马 就演出很准的 整天都很近 但又好像不容易赢 如果你说 他在高明錦錶 你说输给一锤定音 就是在一锤定音 输给他跑来三个场 其实他似乎对一锤定音 好像没有威胁 是的 如果你说这样 这次有没有机会反 我们就问过 这个浪马教皇的骑士 白布朗 听听他怎样 说这只马机会 他给你一锤定音 我先把他放在600 了,他很高,我非常幸運 他很高,他很高,他很高 他很快地跟着达到Flemington 他很高,他很高 他很高,我认为他能当回到Corefield 他在起已足,他很高兴 他在座盾的车区上,他在Flemington 他在最平的位置的车区 他很高兴,他很高兴 所以我识到他会看到他的车区 那是我的第四次回答 是一種可能的印象,他會讓你去做的嗎 對,一定 你會是一種的駛駛的駛駛 他只會做什麼你喜歡他 他是很放鬆 但我喜歡他當你集中 因為他竟然出來,大家都有理想 deu,拍布 Laurent,他也有一個多長的冬刺力 五至六百米,但愛人通常常� relaxation 但我看Hollywood My Empire 好像跑馬地香港那些 那些場地是哪裡來的 可能是否和媽媽和那隻Egugu 那隻南非馬后呢 跑到贏到2400的 我們也見過 一些傳播上網、看片都見過 今次馬里也看過之前的熱身 都有點追劇 好像你的白布朗說 差了四至五百米 差最後是衝不衝到 過不過了呢 還是追到它又停了呢 但我覺得 剛才白布朗說的一點很重要 因為它跟一錘定音相比 它是一隻較為小顆的馬 好像中國的冠軍錦錦 它為何會輸那麼遠 就是因為被人撿 其實很容易在馬多的情況之下 被人撿了就甚麼都沒有 這次很容易當 是 很擔心這件事 這個也會運 可能會運一輪再收一場 沒錯 剛才我們見過它輸給一錘定音 後來想著 我去避一避你 跑一場羅便神錦錦 應該沒有問題吧 誰不知那場又是 更慘 更慘 是輸得挺恐怖 大家一邊看這條片一邊說 有很多馬在這裡看得到的 黃金錦就是它 其實你說它輸得恐怖嗎 其實我覺得 它現在這樣的結果 其實都已經叫做 不幸中之大空 大幸 在裡面撞 在外面撞 結果如何呢 它就撞到中間 這裡被人撞進去 電容之位 裡面綠色三角就是凡事得 開面電容之位 其實我覺得電容之位 雖然壓了它之下 令它跑來三 結果就鼓掉了 但是你說它跟電容之威 其實我覺得這場似乎電容之威的 說服力好像較強 比較強 看看這個最近的一課 神課 羅馬教皇 它真的比較小 很小 跟鏡頭拍到它 好像很滅瘦型 不過是否這樣的分形 長途會比較好 其實是的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不過現在就是覺得 到底大家因為都是三歲初 那是不是應該 在大家的長力氣量 都沒有實力去建立的時候 你當然是 大隻或大部 可能會比較好 只是怕這個 不過剛才我們看到 那場內變成錦標 除了我們提及了兩隻之外 贏的那隻凡事得也不是簡單的 它也是左撬右撬上來 而且這次博奇良 所以跑它 亦不是一個正常的配搭 而是搶回來跑的 不過如果你說 好像凡事得也好 甚至乎 本來跑第二 比跑第三的電容消威也好 但是最大一個問題 就是面對著一錘定音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它們的血統好像輸蝕了 是 不過如果這樣去計算的話 我反而會是否看著 那隻蘇比亞素呢 就是剛才跑第四那隻 零零射射就是 前面那股都走掉了 它才移出去再撲 是它流得好而追得厲害 還是它真的有這樣的氣量而追得厲害 如果你說這隻都是羅莎 照鏡頭 50步小八步 但是登塔島在澳洲 去年我們看到母鮮 都贏得很像鼠 都是2500米 可能路程是有一點蚊水 但是有質素的搭救 也是的 好了,我們先後看了兩場 這個維多利亞打的引進賽 其實要數下來的話 一般來說都會有四場左右 我們留兩場,下次再談